快去追焦快充快餐快递快消费快取快闪快切快车 报复VIP 秒回秒射快快点再快点 如果你的生活是这样的 像个开足满力的机器 每天都高速运转生怕自己掉队 甚至争夺权力勾心斗角损人力竭 那么富士这款X14肯定不适合你 你好朋友我是老乌 欢迎收看我的X14评测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你们以往的点赞支持 这样最走心的富士相机评测才会有第二期 第一期的XS10能让你们这么多人喜欢 出乎我的意料 真心感谢 说回开头的快生活话题 我并不是指责快生活不好 我们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 每个人都有权利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因为它比你想象的要短得多 时间不允许你去储存起来 或者透支他们 应该做的事 想做的事 能做的事 应该现在马上就去做 别看视频了 该学习的 现在就去学习 该赚钱的 现在就去赚 该陪家人的 现在就去陪 但这一件件该做的事 充斥着我们忙碌生活的同时 有时候应该慢下来 观察一下四周 思索一下你的选择是否正确 这样的你才能对自己生活 有一个更好的掌控 X14就是为了让你慢下来 记录下每天生活中的美好而设计的 它有着富士RX系列相机最小巧的机身 可以让你轻松的放进口袋 成为你每天的EDC装备 丝毫不会成为负担 这也是我选择它的原因 你们看看我手上这台X14 我选择了银色的纸柄套装 并没有选择同期新出的 二代27F2.8的镜头套装 即使这个镜头套装非常的有诱惑力 单独售价2700元的镜头 套装算下来只要1300 但是这个镜头在我看来 跟它的外观一样 平平无奇 从那些早期获得富士赞助的 评测up主们的视频素材里观看 它的对焦马达跟一代没有区别 不要期待它拍视频能有多好的表现 如果只拍视频 富士的RX镜头群中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更好的选择 我在这儿呢 就不一一举例子了 所以呢 这个新的二代27F2.8 我觉得非常的鸡肋 就像是专门为X14上市而生的一样 之后在二手平台 你们一定会经常看到它 最近还有新闻说它供不应求 又想套路我 真的 我给X14呢 配了这个七工匠的 351.2这个手动镜头 因为它俩都有着共同的外形特点 复古 小巧 这时候应该就会有弹幕说了 七工匠这镜头垃圾 紫边 成相差 是的 可是它俩配上好看啊 而且呢 价格还便宜 只要500多块钱 X14身为一个EDC单品 颜值即正义嘛 棱角分明的外观呢 形似莱卡 但是你买不起莱卡 我们还买不起七工匠吗 一个镜头跟手机壳一个价钱 还挑什么呢 而且手动镜头呢 可以让你慢下来 去思考 更好的呢 去观察这个世界 堆不上胶的 打光圈虚化的照片 更有味道 也更有胶片感 把世界看得清清楚楚的 是非常无趣的 只会让你感到恶心 相信我 而且我顺便提一句啊 七工匠近期 好像还更新了这个 351.2这个镜头的二代 外观呢 更加类似于富士原厂的 162.8的外形 更加的现代化了 好在啊 这个二代近期貌似缺货 只剩下这个一代在售了 如果入手的X14的朋友 喜欢这个配搭的 抓紧了 别怪我没提醒你 卖完没了啊 但是别看X14这次外形 那么小巧 富士依然放进了 目前最成熟的照相技术元件 第四代的传感器和处理器 也就是说呢 X14的画质 跟其他X系列的旗舰 没有区别 很多看视频的朋友 就是纠结于 富士的这些相机 究竟怎么选 区别在哪 总是在后台私信我 这里呢 我就直接告诉你们 我的答案 很简单 如果你是照片视频双修 那毫无疑问 选择X14 但如果你偏爱拍照 不拍视频 那么选X-3或者X100V 它们的区别呢 就在于是否可更换镜头 但是如果你想性价比 修仙 而且呢 视频照片还双修 那么呢 你就选带防抖的X-S10 如果你只拍照片 并且要性价比的话 那就选择X14 这和苹果iPhone12销售的策略 非常类似 X-T4呢 就相当于iPhone12 Pro Max X-E4呢 就相当于iPhone12 Mini一样 给你相同的处理器 但定位的人群不同 虽然这么比喻不吉利哈 因为iPhone12 Mini 马上停产了 手机嘛 大家还是喜欢更大的 更贵的 有面嘛 生活必需品 但是X-E4 你从富士对它外形上的取舍 你就可以看出来 它针对的 就是憧憬慢生活的用户 我不需要超快的连拍速度 拍出的照片呢 也不用给别人看 不用去换钱 自己看着高兴呢 就行 不喜欢再拍呗 也不用着急呢 去快速更改各种参数 不行我全自动P当呗 生活记录嘛 对吧 上翻180度这个 可以腰屏的LCD设计 一看就是为扫街准备的 旁周风格的取景器呢 位于相机的左上方 会让你更少的打脸 拍照更舒服 简直就是一台mini的X Pro 3嘛 就是现在这个腰屏取景哈 紧贴身体的时候 屏幕总是自动翻转 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即使你关掉了眼传感器 只使用LCD也是一样 这点呢 应该赶紧解决 特别的闹心 而且哈 这块屏幕不能像X24一样 向内翻转 保护屏幕 出门背在身上呢 我对屏幕的保护 还是有些担心 吓得我赶紧买了张膜贴上 再说我X24这小小机身哈 应该是非常适合亚洲女性的手的 但为了减少槽点呢 富士也是下足了功夫 又送皮套又出手柄的 我体验下来 每个单品呢 都可以增加握持感 独立使用 看个人喜好吧 但直到我无意中给X24增加了一个 我X24器用的快门按钮之后 我才发觉 这几块钱才是最值的 配上X24这次脆脆的快门声 按起来别提多过瘾了 至于视频哈 你不要妄想 X24能够舒适的拍摄 因为拍摄视频 你需要掌控更多的参数 而X24呢 本身就简化了 机身上的自定义按钮 也没有这么多机械拨盘 你还无法一步就切换到 视频拍摄状态 点Drive向上选动画才能录视频 富士在X24上 从底层设计就像视频归为拍照的一个额外功能罢了 甚至你可以在按钮功能设置里面设置一个快速设置升格的快捷键 但是你还是处于拍照模式下 并不能马上切换到视频模式 感觉呢 这个菜单好像是从X24上复制下来的一样 不知道这是富士想腌割功能没割干净呢 还是怎么着 反正富士就是没想让你拿着X24爽快的拍视频 那能不能拍视频呢 能 X24呢 有着富士顶级的自动追焦性能 那视频质量到底怎么样呢 旗舰级别的 跟XS10一样就是少了一个防抖 还有着让XT4都羡慕的6K超彩的4K直出画面 那我拍视频买X14呗 还省点钱 别别别 拍视频你用起来急死你 要想拍视频你还是老老实实买XS10吧 那视频直播呢 可以 X14固定不动的话 跟XS10没有区别 这呢就是X14的定位 一部专注于拍照的相机 歇取日常配饰的功能 歇取Vlog的定位 有多少人或者说姑娘吃这套呢 我也不知道 交给市场来评判吧 疫情给这个高速运转的世界 来的小急刹车 那些隔离枯燥的日子 应该有更多的人 思考了自己过往的生活 旅行呢也成为了一种奢望 人家穿越机都发布了 你那无人机最近一年 也许还没有起飞过 我们呢更应该珍惜这平淡的日常生活 随身携带一些设备 记录下来 何况呢 这X14便宜 量又足 还有收藏价值 对 我感觉呢 这也许是富士最后一款 第四代传感器的相机了 也说不定啊 再不出第五代 富士那些旗舰机型 都不好意思再卖了 当然了 2021年富士之后的 X系列重点会放在镜头上 会有大批量的镜头随之而来 我也在新兴电呢 等待着X18F1.4的上市 根本看不上那个27F2.8 你们的计划是什么呢 告诉我 让我越看不懂 越怪越好 马上我会再出一期 拆一次上手设置的视频 让你拿到机器后 很快的就能出门拍照片 好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